恋宗最甜的官宣情侣预言CP,竟然成为最快翻车的一对,心动的信号5收官不过几天,就让CP粉从梦想成真的爱情神话中猛然醒来,心碎了一地,男三张根源和女三里面双玉堪称序,奇闻CP之后又一对恋宗天花板,在节目里张根源有史之中坚定无比,从第一期起,就明目张胆地向里面双玉展开公式,温柔体贴,坚定专一的品质 在张根源身上呈现的淋漓尽致,很快就让里面双玉怦然心动了,尤其是受官之夜,张根源的深情告白填哭了屏幕前课CP的观众,而且两人在线下又疯狂地秀了一波恩爱,肆无忌惮地高导官宣在一起 恋宗,CP瞬间转化为现实情侣,让许多人深深淡入情感,通过观察他人恋爱感受到,自己恋爱同等的开心与甜蜜,这是何等的幸福 昨天,就有一位名叫杨帆帆,等女生发文声称自己是张根源的前女友,而且还是被甩的那种分手理由也很简单 张根源身边不缺女伴,从曝光的信息来看,女生晒出的图片确实是在张根源家里,她以女友视角拍摄的 这一波还未结束,就有一位女生站出来发长文实锤张根源,说自己是在交友软件跟她上认识的 前面那位女生说去年跟她在谈,而自己那个时候刚好也在跟她谈恋爱,时间线重叠了 说明张根源同时在跟多位女生交往,而且该女生表示张根源很喜欢带女生回家 是一个很会玩的花花公子,根本不是什么深情男人 她不仅喜欢逛交友软件,而且喜欢跟不同的女生搭讪 她最后直言之所以选择站出来,就是不想李念双玉被她的深情人士给骗了 众所周知,李念双玉是最没有心机的女生 所有喜怒哀乐的情绪都写在脸上 张根源或许一记小物就看出了李念双玉最为单纯 但凡这一类女生都比较憧憬转一浪漫的爱情 张根源只需坚定的疯狂输出,终将会获得李念双玉的亲爱果不其然 一个充满是情话意的梅娜姐缺会,让李念双玉彻底沦陷了 她开始逐渐地对张根源上头,本以为甜到掉牙的预言CP 会是本季的恋宗天花板,哪曾想却是最早被爆的一对 节目收官仅过二两天张根源就以人设崩塌 深情人设专一人设通通被打脸 目前,语言CP,张根源和李念双玉都没有站出来回应 但是李念双玉的个人社交账号评论区早已沦陷了 大批粉丝和网友留下劝分的留言 宝贝我好心疼啊,我最喜欢的女儿为什么要遇到这个男的 宝宝分手吧不要继续被骗 李念快跑相信你是清醒的男人不配 喜欢一个人是小心翼翼的,不会像他这么油腻 心动的信号舞,张根源尽管是心动小物理年龄最小的 却是嘉宾中最会立人设的而且非常注重细节 懂得营造各种浪漫的氛围情话张口就来 时不时地做出一些暧昧的举动 谁能嫁得住如此猛烈的追求 李念双玉再怎么头脑清醒聪明立志 可毕竟他也只是一个向往爱情的小女生 最终必定会投入到张根源的温柔陷阱里 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只能说张根源确实太会了追女孩子很有手段 说话和行为滴水不漏不当演员可惜了 真诚才是必杀技 如今在恋宗节目中在听到这句话 突然觉得相当歌映人 我们所看到的只不过是嘉宾想要让我们看到的 可CP果真不能太上头 否则到头来受伤的还是沉浸时课堂的自己